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他终结的把握性 这个不是太巧 再看陈宇峻那球 主动给身体 顶开了大鸟 大家都知道大鸟的风格 还是连哲 给陈宇峻来射掩护 挡完以后的下顺 陈宇航鼓鼎了三分 机会的选择呢 确实是有经验 哇 广州那球挡得快 陈宇峻 陈宇峻 广州因为本身体能非常好 所以他是习惯这种节奏的 陈宇峻 躺完之后在拔球线的位置 翻身的中距离 就说轻来抓陈宇峻 走过来这边看一下梅森 陈佳俊 陈佳俊 陈佳俊下去的话 过了就跟他再说 刚才想到一些问题 陈宇峻 面对白浩天 利用乔丹贝尔的掩护 三菱姐往后撤了 陈宇峻还是面对白浩天的防守 卡住位置之后给到贝尔 对于三分的依赖是比较大的 嗯 贝尔往里顶一步之后 再给到陈宇峻 没人防啊 白浩天防得还是相当的积极啊 焦坡桥 挖出来之后打板三分 不可倒来下了 丁板帽 贝尔他好就好在什么 他防守防得出去 收得回来 又是一个转换成功 主名阵完成了终结 正准高位掩护 往外弹 面对不可的防守 正准了三分 真的 贝尔最后这个动作 会不会被裁判来追加 要不就是 12号 拉人 这边 20号 推人 围体犯规 围体犯规 对啊 这个我觉得裁判判的没问题 白浩天 是 记住犯规 我觉得这个判决完全没有问题 没错 所以我认为这个判决 非常的清清楚楚 用连折的掩护 平均把手给到贝尔 虚晃一枪 广州单捷被打了10比36 落后26分 压哨的出手还是算 我用这个等于说是相对啊 进攻的一个阵容 来跟你比拼速度 比拼节奏 这球又是比拼速度 是险些失误 但是 还是夹击 有失误 三打一 陈英俊 三分还是在线 陈英俊 前一个三分进了 再进一个 方式要上去 陈英俊现在等于说有点抢分一样 连折过来补防 陈英俊速度带起来造成了犯规 是给了一个围体吧 给了一个围体 10分 你感觉刚才已经是 所以这球到了前场之后 真正也是不能够放松的 陈英俊又一个 这连拿11分了 你看到了4分的差距 不让陈英俊接球 接到之后看一下 靠个人能力 中距离 再接 陈英俊 现在谁都挡不住他 拿了30分了 太神了 广州把握住机会的话 就可以反超比分了 雷森 再给到陈英俊 在罚球线的位置 对方没知谎 但是中距离 别打击 而且这是一个三分 陈英俊 再来中距离 太稳了 给到陈英俊 这个时间来看 对啊不太够 之后田宇恒 对 赢下来 哎呀木济 又露篮板 篮板球在梅森的手中 这个球你露篮板就 这个球 这个球真的是 代表任何人了 如果没罚禁的话 深圳还是有机会 罚禁了 那四分 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了